2003年春節前 我又回到了上海 回到了老宅 旁邊還沒拆啊 旁邊還沒拆 等會兒 蔣叔在電話裡告訴我 他聘請的律師 已經和洞遷組達成了協議 拆遷費從原先的380萬 搖身變成了530萬 不過再過三天 老宅就要被拆掉 這是老宅最後的日子了 這不太大變化嗎 家裡有沒有變化 家裡有沒有變化 收拾了嗎 什麼東西要什麼東西不要 都要 那沒裝啊 明天要搬什麼 就覺得都應該要了 都不要了 可能要多少錢 什麼東西要 什麼東西不要呢 冰箱要不要 這個要 電視機要不要 桌子要不要 桌子要不要 腸要不要 嗯 這全要 我 我 我這 弄一 這沒些花的話 一瘋了就沒有了 對 這個不要 這一套 那套東西不要了 沒有 這個梯子要 梯子要 梯子要 梯子要幹嘛 裝修啊 裝修啊 裝修又不用你啊 人家裝修的話有 裝修公司啊 這個梯子我看不用要了 那換燈泡 沒洗澡要不要 沒洗澡要 身外置物 身不帶來 身不帶去 沒錯吧 這樣 嗯 說得好 有什麼時候都不說的 看看 不說這些事 不想花錢 就去買了 就走這些 對 有些必要用的東西 其實有什麼不說都不說 如果不算那個18年的話 整整六十年 兩腳一停 能要走了 我好像就問得 我沒走一樣 好像我一直在這兒住的 那感覺 回來好像很隨意啊 他也沒有跟你簽合同啊 拿歷史去接受 不是就是你那個 就是那個錢是 律師簽完那一份 不能接受 支票也讓歷史去 給你 然後拿著那個支票以後 律師 我起的話 他不會給我五百錢 不要把他肯定扣給我五百錢 他也交給你 對 那律師的話 他把那個支票給你以後 他把他的錢扣出來以後 你就可以直接放在銀行裡 支票是我的名次 他拿到銀行 你到銀行才能在 房間還有人嗎 不是你都搬完了嗎 他拿不到的 對 但是在你手裡 他是很放心的 還有一家 沒有問題的 我問題是說 我不會在這裡去跟東千祖 對 搞什麼名堂 對 你這個還可以啊 我做人就是講信 東千祖什麼時候給錢啊 什麼時候給錢啊 我說東千祖什麼時候給錢啊 你別搬完了以後 他又不給你了怎麼辦 現在合同應該得簽了你才能搬呢 我這鑰匙跟他支票給我換 對 說什麼 律師說 你們東千祖不相信我 我也會相信東千祖 所以律師 他說你這支票放在我律師身上 鑰匙放在律師身上 然後呢律師呢把鑰匙給他 把支票給你 你也跟東千祖也不用見面 那可以 對 說得好 對 那天晚上並沒有下雨 但空氣中卻瀰漫著一種潮濕陰冷的氣味 是好的嗎 不過時隔數月能夠在老宅中再次見面 我和蔣叔都感到格外的親切和溫暖 明天一晚上 蔣叔出其不意地拿過了攝像機 把鏡頭對準了我 他說這才夠fair play 他要和我公平競爭 這個像家說的你覺得吧 中間粗了 皮呢薄了 你腦上 肥原縮的 按上面 上面 直到這 真的啊 按什麼 輕一點輕一點慢一點 可以拉的 要不然你弄太近了 我當你老是 WT什麼意思啊 就是 有那個長焦和那個那個 它沒動嘛 你沒 你按嘛 哦 如何 我順便把這個水燒一下啊 好啊 我再燒 那你就拿著吧 你現在也喝了 現在不喝 我在飛機場喝了 什麼時候給錢 別接到水燒卡 對啊 你別搬了完以後 他又不給你了 怎麼辦 現在合同應該幾千了 你才能搬呢 我的鑰匙跟他 支票一下 換 對 好像你有什麼心事我老覺得 你們中心中 不相信我 我也不相信 中心中 所以 兩千萬 你這支票 為什麼 鑰匙放在律師的身上 然後呢 律師呢 把鑰匙給他 把支票給你 你跟杜先生也不用見面 沒有見面 好 那可以 對對 思緒萬千 對對 文化大革命的新浪潮 席捲了整個上海 革命的暴風咒雨 蕩敵著資產階級 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污垢 好 想逃難 想出國去 最不壞人 革命最想給葛道頭了 六十年 如果不算那個十八年的話 整整六十年 我好像就跟我沒走一樣 好像我一直在這住的這種感覺 回來好像很隨意 然後等再來沒了這房子 有點不能接受 我都有點不能接受呢 別說你了 怎麼弄呢這房子 你有沒有回想你小時候在這 沒有 到大 我從沒有流過淚 我知道眼淚救不了我 就想好好地吃一餐 吃完了呢 怎麼弄呢這房子 吃完了嗎 沒什麼就可以想 沒有了 你兩晚上都沒睡著了 就是說到這個房子 決定要拆的時候 你就沒睡著了 老子也沒想過什麼 你有沒有回想你小時候在這 沒有 到大 沒有 之前好好地吃一餐 吃完了嗎 比起上你吃什麼飯 沒飯 沒什麼就不可以想 沒有 是嗎 那時候在這房子 吃完了 是不是有什麼用 沒有 這房子也有什麼用 人家有 把你給我這個 一個氣味 就完了 沒飯 是不是 是啥 明天的房子東西都搬走了 房子都拆了能沒想法嗎 你怎麼可以想的 把你割一割就完了 要想的就是後不要剩下的日子怎麼過 對呀 怎麼過呀 想這個 對呀 前面的沒有 你知道吧 嗯 中國人的錢割後搞不清楚 對你還想到這個樣子的東西 什麼叫錢 什麼叫後 錢就是過過的 後就是還沒過的 中國人就是這樣的概念 後還是沒有過的 明天的房子都搬走了 過完了的又是後 還沒過的又是錢 還沒搶的 那麼以後都是長的呢 最後要想的就是 那就是錢了又是後了 錢割後搞不清楚的 對呀 怎麼過呀 想這個 對呀 你說完我明白 我說完你明白就行了 你知道吧 嗯 中國人的錢割後搞不清楚的 什麼叫錢割後的 錢就是過過的 後就是還沒過的 中國人就是這樣的概念 後是沒有過的 我們人家跟你說 過完了的又是後 蔣叔的朋友們就趕到老宅 幫了他做單家的準備 五年前 蔣叔在市區北面 買過一套一室一廳的房子 不過那是平日裡用來堆放雜物的 蔣叔並不喜歡去那裡 說那裡是萬國公寓 就行了